HELLO 大家歡迎來到家電極男棒,我是這座的主持人寶妮 相信應該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是 Netflix 的忠實愛用者 這個平台剛開始是以美劇為王道,但是近幾年開始 上面的題材類型越來越多元,世界各國也都自己推出自己當地的原創作品 像我們台灣也有罪目者嘛 另外也漸漸開始可以看到一些有衝傲氣勢,製作非常精良的電影 片量充足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創影集之外 它還會根據你的喜好在首頁推薦給你,你可能會喜歡看到的內容 所以現在更不需要影評嘛,就也不需要美劇吃寶寶 淘汰,不需要,Netflix 最了解你的品味,適合推薦怎樣的影集給你 那即便是在這樣非常人性化的平台嘛 它還是有一個不知道算不算對某部分的人來說有點美中附屬的地方 那就是它上面沒有A片 有AVD王啦,但沒有A片 好啦,像Netflix這樣正派的平台上面有A片可能真的不太對 並且它內容還是走一個合家觀賞路線 雖然也有成人像的內容,但是也有不少兒童節目 但是相較之下呢,它的勁敵HBO GO 就至少有一個獨立出來的類別,叫做Late Night 專門放一些比較兒童不移,有裸露還有寫心爆裂的內容 讓我們來看一下Netflix上面有沒有這樣專屬的類別 你看我自己被投放的內容 就是還蠻明顯都可以符合我自己的需求的 甚至我喜歡看一些獵奇的東西啊,就會有一些雙面人魔啊 這種黑色國鵝啊 然後我也很喜歡看ROMCOM,所以也會被投像永不滿足這種東西 然後動畫我時不時也是會被投一下 因為我其實最近上面可以找到蠻多動畫可以看的 所以我有時候會在Netflix上面看動畫 每個人的Netflix首頁應該都是長得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好,我現在進來的電影的類型 電影的類型呢 首頁當然就是會照你自己的需求先投放給你看到的東西啦 那我的具體是驚悚、驚悚喜劇、動畫、驚悚喜劇、動畫 都差不多是這樣的感覺 那類型的部分呢 有犯罪、好萊塢、亞洲紀錄片、喜劇、萬聖節 萬聖節和驚悚的片是獨立出來的兩個類型 獨立製作、親子、喜劇、浪漫 對啊,就好像還蠻普通的 運動也有個自己類型 但是上面好像沒有像HBO GO一樣有一個特別是比較成人像的類別在上面 那節目的部分呢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南方四劍克已經算是一個比較成人像的東西了 但是你要真的把它歸類在比較重型、獵奇的形式 好像也不算是 然後這類型看一看其實就對跟剛剛電影看到的差不多 那像我這樣喜歡獵奇和重口味的人呢 Netflix就時不時就會投在首頁讓我直接看到這些內容 那如果你不是喜歡獵奇的東西又偶爾想要刺激一下怎麼辦 就是你臨時要找這些類型片好像蠻難找的 畢竟沒有一個專屬的分類嘛 沒有一個像Late Night類別的區域呢 好像就真的蠻難能夠找到你想要選的片 畢竟現代人都很懶嘛 就是都要人家推薦給你 你才知道你要看什麼 那推薦給你之後呢 還要給你很多選擇讓你選 就我自己就是這個樣子嘛 現在就是全體公主病的時代 畢竟Netflix還是一個主打合家型的平台 所以18禁的內容呢 如果你平常不是愛看這類型的人 考量到你家裡可能會有小朋友 演算法則會避免讓這類型的內容直接出現在首頁上 所以你要用找的才找得到 那有時候你就是不知道要看哪部電影 然後又想要看這類型的電影的話呢 到底要怎麼辦 最近就有網友發現呢 只要在Netflix上面搜尋Steamy 就會找到剛剛我們想要看的那種內容 讓我來試試看 SoSteamy呢 就是會看到一些比較辛辣類型的題材 就也不見得是色情 但是會比較辛辣一點的題材 像是六人形也被歸類在Steamy的類別裡面 還有Hot Girls Wanted 就是在講AV產業的一個 類似半紀錄片的東西 那其實 這樣看下來呢 我覺得 好像除了AV帝王是真的還滿Steamy的 這樣子香水啊 客戶名單 勁爆女子監獄 也東西也東西可能有啦 魅惑 可能也有一點算Steamy 愛愛上的名端 但是我覺得這些好像都撐不太上 就是A片的感覺 這個比較接近A片的應該就只有AV帝王了啦 其實Netflix上面應該是可以有更高尺度的東西的 像是 啊 愛死機器人 愛死機器人就真的尺度還滿開的 所以這樣看下來呢 其實這些聲稱是Steamy的內容 我覺得尺度 也都滿還好的 然後上面就是還有分類喔 Steamy International Movies Steamy Romantic Movies Steamy Independent Movies 滑到這邊就見底了 所以其實還滿少的 或許 在台灣 這個方法 不是這麼的管用 那根據國外網友呢 搜尋Steamy會出現61種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Steamy的類型 像是 Ritically Applanned Steamy Independent Dramas Steamy Social Cultural Documentaries 就是 分得更細 所以在 北美的Netflix 你確實 你要看這樣的內容 是更容易看到的 我記得Netflix剛進台灣的時候啊 上面是找得到 像是 《性愛成員的女人》 還有 《性本愛》 這樣子 尺度非常非常開 幾乎已經是A片一樣的電影 現在好像已經找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地域性的問題 就是可能在那個國家推的東西 會比較不一樣 那 初期那些 比較尺度開的內容 就被下架了 因為可能台灣觀眾相對於 北美 算是比較保守嗎? 前日雖然在北美搜尋Steamy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 很像A片一樣的內容 但是在台灣呢 你頂多就找到一個 AVD王 所以就是可能要看A片的人 還是直接去 碰 比較快 因為我今天也只有搜尋Steamy 我沒有嘗試 Sex 什麼之類的詞 所以大家如果好奇 Netflix上面是不是真的 尺度就這樣子 還是其實有更多 更勁爆的東西 然後你們 就是 嘗試之後 發現哪一個 關鍵字 比較容易搜到就是那種閒事的內容 大家可以 留言分享在下面 就分享一下 推廣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個讚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類似的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訂閱加點擊打棒 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